抬頭看天空就是霧萌萌一片 全台空氣髒到連高樓都快要看不見 行政院長賴清德 12日出了宣布申告電廠停建 中火機組提早停止運作 現在更被發現台電罕見連續三天降載 恐怕真的是選舉考量 因為你如果過去你都死都不降 你現在突然降了 你怎麼然後又在選前 差不多40天宣布這樣的消息 怎麼會不讓民眾去想到說 你真的是為了救選情救選票呢 環團直言兩年前中部直報嚴重 但是台中火力電廠卻不願意降載 加上近期台灣本島政策數值 根本還未達降載的標準 質疑莫非是舊選情的李多 降載的部分的話 應該也是符合人民所需求的嘛 是不是選舉方面的期望或需求的話 我想應該各界各人去評估 環島署則回應 雖然沒有達到強制降載標準 但是有三分之一側站仍達到二級預警 而台電這次就是配合自主降載 還沒到那個預警的階段 不過因為空氣品質 比較區域性的不良 所以台電就檢討來降載 這是已經經常性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並沒有特別的一個狀況 台電也表示是因為新機組上線 有餘餘可以降載 強調政策轉彎與選舉絕對無關 今年在林口 通宵 大林 整個新的基礎上來以後 那今年的備轉容量率是比去年高的 這部分絕對跟選舉無關 主要是今年的供電能力是比去年好 那我們能夠降載的能力也比去年高 到底是舊空屋還是舊選情 打上問號 但是對於全台民眾而言 只希望揮蒙天空能夠早日放晴 東森財經新聞貿易品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 打上評解 打那評論 打歇 打不堅 感谢观看